经历了漫长的休赛期,新赛级NBA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,不少球星都结束了假期,投入到了紧张的训练中。 在这个夏天,常常和詹大黏在一起的西蒙斯也已经收心了,背景时间足日短间,西蒙斯在个人社交媒体上,晒出了和詹姆斯一同训练的照片。 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,一大早就起来训练,詹姆斯也第一时间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,晒出了相同的照片。 不过,詹姆斯的培文和西蒙斯可差了不少,詹姆斯写道,国王和王子,没什么可看到。 跟往年差不多的时候,我们又进入训练时间了,新赛季,勒布朗詹姆斯将代表洛杉矶湖人出展。 如今的胡人,遇上赛季已经不可同句而语,不仅拥有狼索鲍尔、台尔库斯马、约什哈特以及布兰登英格拉姆等千副业兵的新星,还补充了比斯利、龙多、世纪分色等有经验的球员。 那么,在詹姆斯的眼中,哪支球队可以称得上是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呢? 据美国媒体Clutch Points报道,詹姆斯在接受采访时,给出了答案。 詹姆斯说,有许多球队都有计划竞争总冠军的宝座,但奖杯只有一个,金州勇士,他们是每一支球队都在追赶的目标。 当然还有修斯多火箭、俄克兰和马雷霆、博士顿海尔特人、费城西十六人以及多伦多猛龙。 值得注意的是,詹姆斯并没有提到洛杉矶湖人,那嘛,您认为詹姆斯是故作低调,还是真的这么认为的呢?